習近平現在中國的國家 現在沒有錢了 八、九千的黨員跟公務員 就是共產黨的執政的基礎 如果他的基礎發不出薪水來的話 基礎就動搖了你知道嗎 問題是習近平的年齡已經到了 他的團隊各方面的條件 都不足以讓他能夠支撐過這個五年 所以我認為中國有內部 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這個情況對台灣不是好事情 因為他如果內部越困難的話 他越想要對台灣來轉移目標 我有看到這一篇報導 就是美國之音一個記者 在二瓜多那個邊境的地方 採訪了一個男的 剛剛我看到那個男的 那個男是四川人 他問他你在四川做什麼 他說賣燒餅 賣燒餅的 賣燒餅的 他說你花多少錢來呢 他花了七百塊美金 就這個男的 他沿路就講給他聽 他路上也碰到黑道 也有碰到黑道 但是他們的那個舌頭 就是那些也保護他們 收費 可是品質不錯 也有人在中途死亡的 但成功機率很高 所以他說為什麼要拼 他說一定要拼拼看 因為他根本 我剛剛講的什麼意思 賣燒餅的人想要跑出來走線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我們台灣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喜歡去當美國人 有錢人嘛 對不對 有錢人快點爭相恐後投資移民啊 結果他連燒餅鋪都經營不下來 他說我賣的燒餅都賺不到錢啊 我覺得不出來就會窮死 所以他這個現象非常特殊 非常特殊 然後出來拼拼拼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反過來看 中國的經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呀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突然之間 生大病了 你現在看習近平那句話 這個病麻煩在後面 習近平怎麼講呢 加快產品更新換代 是推動高品質發展的重要措施 所以就是要鼓勵大家 你呢 來這個引導新一輪大規模設備的更新 還有消費品的更新 這句話我連給大家聽 要鼓勵引導新一輪的 大規模設備的更新 那這個完蛋了 以舊換新 不是 大規模設備 什麼意思 他們的 中國大陸的經濟的概念 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叫做消費品導向 就我們內需我們消費 你看我們的消費產業非常強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外銷的東西 也是外銷消費品很多 他是做什麼 他們做基礎建設 來刺激國家的經濟發展 就是他的GDP裡面的含量裡面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做什麼 做房地產 做國家的基礎建設 做他們的地方的 地方政府的建設 所以他講的 很糟糕 大一新一輪的大規模的設備更新 那你設備更新的話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他的策略 並沒有要從所謂的 基礎建設的投資 要轉移到消費品投資 因為如果要轉到消費品投資的話 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 就被民營經濟了 所以他還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還是要掌握國營 還是國營企業嘛 對 因為你國營企業掌握在手上 你共產黨掌握在手上 他就看到一個虛假的國營企業賺錢 國營企業會不會賺錢 當然會賺錢啊 因為獨家嘛 對 他是壟斷的嘛 所以他是看那個 然後投資效益會會怎麼樣 一定很差 對不對 非常差 所以他現在習近平固執到今天最新的說法 還是要對大規模的設備更新 換言之講 他還是要走國營企業 就國進 他表面上不講 但是還是國進民退 因為在這個情況 惡劣情況之下 國營企業他能掌握得好 但是這種情況之下 會在進一步的衰退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整個的大問題就是 房地產跟基礎建設 整個的投資方向錯誤 那美國就是消費者導向 美國是去年是前所未有的成長 美國3.3個百分 3.1個百分點的經濟成長率 對不對 全世界最好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他目前 中國大陸的估計 用真正的科學的估計的話 大概只剩下1.5左右了 非常危險 而且我要講習近平 這句話有個大問題在哪裡 習近平現在中國的國家 現在沒有錢了 我們昨天談到 他連公務員的薪水都發不出來 是 國家已經到非常窮困的情況之下 公務員發不出薪水 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總共有9000多公務員 跟中國國民黨黨員 跟中國共產黨黨員 這些8 9000的黨員跟公務員 就是共產黨的執政的基礎 如果他的基礎發不出薪水來的話 基礎就動搖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這幾個跡象看起來的話 他的整個總的GDP下降 他的產業的方向 還是在堅持過去的國營事業 這種或是基礎建設大型投資方向 而是放棄的消費者導向 消費導向 因此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所謂的計畫經濟主導 而不是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導 這個路線下去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第二問題他目前的 已經被拖累的這些房地產 這些爛尾樓就跟日本的 可以日本發生這個市集的時候 整整落後的30年的酸退 到今年才開始慢慢恢復過來 日本是剛剛還才逐漸恢復 目前的經濟情況還不是非常理想的情況 大陸是剛剛開始問題習近平的年齡已經到了 他的團隊各方面的條件 都不足以讓他能夠支撐過這個五年 這個五年過完以後的下面 會要多久的衰退不知道 所以我認為中國有內部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這個情況對台灣不是好事情 因為他如果內部越困難的話 他越想要對台灣來轉移目標 來轉移職值的目標 包括對台灣造成我們很多的困擾 能夠減輕他內部的壓力 所謂的出口轉內銷 在香港外資逃都來不及 可是現在要逃的不只是外資 有很多中國民眾他們所稱的叫做走線 全部都跑到了這個中南美洲去了 為什麼因為他們想要進入美國 對 沒錯 那麼現在因為中國的經濟不好 再加上習近平在政治上面的緊縮 所以有更多的越來越多的中國的老百姓 想要利用偷渡的管道進入美國 那他現在大概有兩條的路徑 什麼兩條的路徑呢 一條是大概跟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他是從加拿大跟美國邊境想辦法混進去 這一條以前比較少人做 從加拿大直接進到美國 等於在美國的北邊 那邊比較難混 這一條比較不好進 但是現在中國的老百姓只要出國想去 土耳其都會接受到更嚴厲的盤查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飛到了土耳其以後 就會利用土耳其做一個中轉戰 然後飛到了俄瓜多 為什麼是俄瓜多 中美洲 對 俄瓜多是因為他跟中國有免簽證 因為中國不像台灣 我們有100多個國家免簽嘛 所以他免簽證他從土耳其過去 因為免簽的關係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事先知道說 他們要什麼時候要飛到俄瓜多去嘛 經過俄瓜多了以後呢 在俄瓜多 然後在俄瓜多大概有100多家 都是由中國人所經營的 各式各樣的 干嘛店 幹什麼 提供你偷渡必需的名聲用品 人這麼多連干嘛店都開了 這個干嘛店 從那個背包啦 裡面有帳篷 背包 睡袋 拖鞋 食物 拖鞋 各式各樣的東西 天啊 對 而且我告訴你喔 全部都是中國人開的 大概有100多家 你不說我以為是在大賣場欸 應有盡有 裡面包括地圖如何應付 這個等於說美國巡邏隊對不對 然後包括 那麼他們是怎麼 那他們是怎麼尋現去的 直接在網路上有教學的相關的管道 教學管道就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應付中國的這個公安 那麼盤查你說 你要去土耳其幹什麼 然後緊接著來 到了土耳其以後 你要如何啊 飛機飛到二瓜多 然後二瓜多找誰 你知道嗎 你家電人誰誰誰誰 電話都有 交代手這些最有清楚 然後找誰 還有廣告 你就知道說 為了要非法移民 已經到了這樣的一條龍的 一條龍的一個做法嘛 你不要小看這樣的一個途徑 為什麼呢 單單去年一整年 那麼美國從墨西哥邊界 對不對 南部這樣的人 要直接非法偷渡到中國去啊 激增了13倍 13倍啊 13倍就抓到的人啊 激增了偷渡客 那麼來自於中國的激增13倍 然後抓到好幾萬個人 那過去是沒有那麼多 因為過去中國 走這條路線來的人不多 結果現在 你知道這條路線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了 為什麼呢 他們從二瓜多 哥倫比亞以後 要進叢林 然後呢 甚至於那個水啊 要過河流的 溪流都大概是 那個腰部以上到 這個胸部 女生的話都到胸部這邊啊 還有土匪 地方的土匪還會搶劫 然後呢 有天 有這個環境非常惡劣等等啊 就算勉強到了 從巴拿馬的突圍 對不對 那巴拿馬突圍那塊 那個 好不容易快到了以後呢 還要面臨到美國邊軍行邏隊的 這個等於說逮捕嘛 不過 他們有一個好的 好的這個消息就是 逮捕了以後是不是要遣返 對 中國政府拒絕接收 那拒絕接收會怎麼樣 就留在美國嘛 所以他目前為止有十幾萬的 中國因為這樣偷渡去了 還留在當地啊 那留在當地了以後 因為中國拒絕 中國拒絕 他是大概這些偷渡到 這個美國去 有十幾個國家拒絕啊 其中中國是 那麼相關的這個態度最惡劣的 他就拒絕接收這些偷渡的課嘛 你出去了就不要回來了 那你去了就不要回來了 那他們這些人呢怎麼辦呢 他們還希望你抓他 抓他以後呢 有的人會申請所謂的政治庇護嘛 庇護率蠻高的 庇護率大概高達50% 所以有一半的機會 可以得到政治庇護 所以這邊其實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以前呢在這個美墨邊境 來偷渡課大部分墨西哥人 結果現在中國人越來越多了 而且你不要以為便宜啊 為什麼 單單這一項剛剛講的 這項旅程的 要花台幣幾十萬啊 然後必須要你先花一筆錢 甚至必須借錢來負這個偷渡課 偷渡費用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進去了以後 大概他們有統計 那麼不是這個洛杉磯 這個加州的洛杉磯舊金山 就是紐約這些華人 比較多的這些城市啊 那本來就有親友在這個地方 所以來了要投靠 投靠了以後呢 就要進入了所謂的製造業等等嘛 直接進到 他們應該要保佑這個川普不要當選 你知道川普如果當選的話 他要攻起來 按照川普的個性 大概就搶自我裡面的剪板 對沒有錯 那一道牆大概又起來了 然後呢就把人都趕出去了等等 川普的個性是這樣啊 現在中國真的沒錢了 我這個過年期間九天去日本 然後在此之前啊 去年去這個等於歐洲等等啊 我發現一件事情 過去常常看到的中國客變少了 變少了 對 中國的包括觀光客 包括什麼呢 還是有 但變少了 而且我告訴你 以前在這些外國所遇到的中國的觀光客 那個出手都很大方 我在瑞士的時候看到他們去買東西 那個皮夾 我都嚇了一大跳 為什麼 裡面的兩百的瑞士法郎以上都是錢 你知道嗎 拜託以前到歐洲的話 那些精品店全部都是中國遊客 他們買東西 買勞力士表 買什麼 現在買 好像在買我們那個巧克力 那個口香糖一樣你知道嗎 但是我有發現 他們這一波 他們能夠就算出來到國外的 他們真的省吃鹼用買東西都小氣多了 也就是說為什麼呢 因為呢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呢 包括過年前後 你看黃金金價已經 已經漲得 已經太離譜了對不對 結果一樣是2000美元 還在漲 為什麼 因為估計去年 單單去年中國就超買了三成以上的黃金 人越沒錢越害怕的情況下 越捨不得花錢 所以呢 怕人民幣一直貶值 那我就買什麼東西 我就買黃金 所以我就把黃金源源不斷的買下來啊 所以呢 中國的經濟蕭條 中國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製造業呢 繼續蕭條的結果 使它成為世界工廠的第一位 那麼還是不斷在萎縮當中 我想短期之內大概很難有改善的空間 他什麼處理動亂問題 他需要一個強大的敵人 他要美國當敵人 他不怕打仗嗎 他要打仗嗎 他要打仗 他要打仗嗎 習政權 要保政權 還是要保平保和平 對 他保政權嘛 那打仗打哪咧 不會打台灣吧 台灣是優先考慮嘛 美國也想打 現在不打什麼時候打 俄羅斯背靠背 變成了西方世界的公敵 這狗筋跳牆了 現在習近平在《求是》雜誌寫的這篇 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 直接點名西方國家之 現代化是充滿了戰爭 煩奴 殖民 掠奪的血腥罪惡 這麼嚴重啊 這個叫做公開批判 公開批判 他這個就是回應上禮拜拜登的說法 那現在表示什麼問題呢 就是拜登已經看出他將來 他講的就很重要啊 他說這邊定 中國已經成了一枚定時炸彈 壞傢伙遇到麻煩時會做壞事情 什麼樣的壞事情發生 我告訴你 這個情況就跟韓戰的前夕一樣 毛澤東當時 一直沒有罵美國人 到要打韓戰之前全面批判 抗美元潮 定調抗美元潮 那個環境非常相似 我想幾個情況給你聽 第一個 現在經濟的情況 現在拜登估計才2%嘛 但2%情況之下 他內部會穩定嗎 不會嘛 他內部要6%才穩定 所以中國的 現在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是一萬兩千塊的美金 一萬兩千塊的美金要搬上去的話 必須要對產品 他國家的生產的結構 要去做科技上的調整 就騰農換鳥 他這個才能夠維持6% 而且第二個 他在這三年疫情過程當中 得罪了全世界 因為全世界已經警覺到說不能夠依賴中國 所以開始對中國的進口的產品開始削減 所以中國的本身的出口的節奏 結構一定要調整 對 他在調整的部分 半生把它封鎖掉了 半導體部分全面封鎖 對 所以他沒有路走 把你不可或缺的部分給都幹掉了 都幹掉 所以你看看 他要內部要做產品的科技上的提升 調整的可能性沒有了 然後維持就關 然後也沒有了 對 所以他沒有路可走 所以要估他2% 他估計GDP2%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年輕人 他最近年輕人的失業率不敢公布 不敢公布 所以大量的失業 失業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失業的內亂不穩定 內部會有動亂 他動亂怎麼面臨 他怎麼處理動亂問題 很簡單 他需要一個強大的敵人 他非常需要 他要美國當敵人 他當然是 這百分之一就跟美國幹的 他不怕打仗嗎 他要打仗 他要打仗 他要打什麼 他不打仗習政權 要保政權 還是要保平 保和平 對 他保政權 那打仗打哪呢 不會打台灣吧 台灣是優先考慮 亞太是第一個 亞太的台海之戰 是最有可能的火要火 難怪美國這麼緊張 美國還不緊張 美國可能喜歡打 美國也想打 美國也想打 美國不打 現在不打什麼時候打 美國現在這個情況的造成 中國今天的經濟的窘迫 內部的財政的危機 對 它科技的封鎖 是誰造成的 美國造成的 學習立平沒有路走 沒有路走 又被 又做那個路線上 就做那個左派路線 跑就跟俄羅斯綁在一起 跟俄羅斯背靠背 變成了西方世界的公敵 他沒有路走 沒路可走 我覺得很多人到沒有路走的時候 就會做很多奇怪的事情 就狗急跳牆了 狗急跳牆 但現在這個東西 他沒有狗急跳牆 他在內部開始施壓 所以他一定知道 他要用極強的壓力施加於內部 因為你要走壞日子 過不下去怎麼辦 壞日子就很了 飢寒起盜心 對 你還沒有盜心以前 老子先壓你 你飢寒你就夠認了 好 董事長 先講到 現在有編文章講 現在拜登進行了封鎖 針對晶片量子運算跟AI 封鎖中國 而且我們後來也知道 原來中國45%的AI 是美國人去投資的 我現在要把你這個投資的AI 45%全部都給你撤回來 還有剛剛講的 所有的對沖基金 過去八十天裡面 八天竟賣出 我本來是有買有賣 沒有 我全部給你賣 我要趕快離開這個市場 代表中國跟美國 兩個國家 彼此把對方當成對手 當成敵人 惡意螺旋 越來越嚴重了 中國在今年第一期的時候 我們全世界看它 因為它是 親民恢復正常話以後 還有看到估計 有四點多百分 四點多個百分比的 這個GDP的成長 大家還是一片較好 然後走到第二季的時候 就發現苗頭不對了 尤其在七月份的時候 這個上個月看到的情況 最明顯 所有的問題通常跑出來了 第一個出口衰退 第二個投資衰退 第三個它的這個 殘政 它的這個 房地產爆雷 第四個它的新融爆雷 然後第五個地方政府 在地方政府的財務也開始爆雷 所以整個來講 然後第六個 它的青年失業率 各方面失業率突然間開始成長 所以整個國家現在開始 隱藏了很多的債務 它不敢發作 還有它的外匯本身也開始隱藏 所以這個國家到底發現說 可能會爆發巨大的問題 就是拜登講的定時炸彈 對 拜登講說認為 甚至用數字量化估計 它未來的數字大概只有2%的成長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反觀過去看 中國40年的整個改革開放以來 它所需要的GDP 它的成長百分比是多少 才能夠維持所謂的國家的安定性 它的政權的安定 它最少是6% 拜登講說我要保8 8是我一個安全的數字 8保不住我至少保6 現在6都保不了了 6保不了 6是一個實際上的數字 因為這個6讓它國家的整個能夠平衡 各方面它的社會安全度 這是一個社會安全度 這個是重要的一個數字 因為低於6以下的情況之下 整個社會內部會有動盪不安的情況 所以它現在目前的中國的情況 就加上最近的國際的形勢 當然原因是來自於 第一個就是COVID-19造成的 一個長年的這個長年的衰退 然後COVID-19提醒了全世界 不能夠依賴中國 不能依賴中國的時候 全球開始對中國的依賴度 降低降低降低 所以開始少跟它買東西 因為它的漱口開始減少 然後另外一個就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說糟糕 但錯邊 你是背靠背 一個背靠背 你挺俄國俄羅斯以後 搞成全球人員大戰 人員大戰 整個全球的衰退 會因為它而開始搞起來 而現在這個問題還在現在進行中 就發覺中國是世界的問題 所以美國開始 美中之間的抗爭 開始不斷的升高 包括歐洲的主要國家 也一一靠邊站 就變成了西方國家 統稱為歐的中國的敵人 所以習近平在昨天前天 大家非常好奇是 面對這樣的一個困局 那習近平如何反應 他現在發狠了 夾入相逢勇者勝 他跟你拼了你知道 拼了我看這麼多事情發生 因為這個國家應該在內部 極端不安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要緩和的 因為他面臨到一個更大 就是所謂的全世界 現在都面臨通膨的壓力 通膨壓力都不斷地 用降息的方式 用珍惜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對不對 結果他現在用的 他是全世界唯一的國家 唯一的國家是通縮 通縮的 他是唯一表現是通縮的情況之下 通縮而形成的衰退 對 物價都往下降了 所以他搞了半天 他這個經濟的引擎全面熄火 這才是糟糕的事情發生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得非常嚴重 全球都認為說 中國可能會面臨到一個 極度的困難的 甚至於爆發出很多問題的可能性 包括戰爭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變成 因為他太大問題了 習近平現在最重要的政策指標 就是前天在他的凡事雜誌上 他做人民網也開始在轉燈了 登了一個重要的文章 他揭示了他的未來的路線跟他的未來的方向 他提出什麼概念呢 他提出一個中國現代化的路線跟西方不一樣 他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充滿了戰爭 泛奴殖民掠奪的血腥的罪惡 那中國的現代化呢 因為中國現代化飽受過這個歷史的這個摧殘 中國有反省 就有這個體驗有體會出來的 中國現代化的要獨立自主 要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要自力更生 所以重點在自力更生 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他講自力更生重要的 然後他講的中國的成功是什麼 是辛勤勞動創新創造發展 壯大自己的產生的這個特色 怎麼還有勞動兩個是說 作為一個這個國家發展的主力 因為這個勞動照講來講的話 他已經不是中國的特色 中國也沒有能力用所謂的勞動 來作為國家的競爭力 然後他裡面講的一個很重要的 他說他像西方的國家 有掠奪他國的這個資源的財富 是西方的方式 他說他不是 中國是會幹什麼呢 為廣大發展中的國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協助 這個企圖就出來了 他要為廣大發展中的國家 因此他要幹什麼 他要跟西方對抗 要扮演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 提供力所能及的這些資源 譬如哪些國家是發展中國家 非洲的國家 譬如北韓 北朝鮮式的國家 伊朗這種國家 都發展中國家 所以他的定調很清楚 就是要跟西方的國家 開始走不同的現代化的道路 這個不同的現代道路 他又還講了人類命運共同體 換言之講 他要扮演一個領導者的角色 他的遊戲規則跟現在西方國家 所發展的戰爭販毒殖民掠奪 血腥罪惡是不一樣的路線 那這路線會不會怎麼幹 那我們一開始說不可能啊 因為這個說法來講都不是事實啊 他講的文字我看不懂 他的發展國家的策略是用激發內生動力 結合外部資源的結合方式 什麼叫內生動力 半導體不給你了 你怎麼內生動力的鬼頭 你就沒有科技發展嘛 你要成龍換鳥 他過去40年怎麼成功的 是美國人給你力量成功的 美國人給你技術資源 你所不用其極的資源資金 然後仿茂 然後縱容的情況之下 變成世界第一大生產國家 結果現在這個通通停止了 在全部停止的情況之下 你要挑戰是美國所建立的社會 美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那這個你會成功嗎 當然不會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這樣做的原因在何點 那原因在哪裡 很簡單 他內部的 為了內部統治需求 他的整個說明裡面 一直講到的就是說 醜化西方國家 然後他講到現在要獨立自主自利更生 那獨立自主自利更生是什麼 他要對內 你要有辛勤勞動創新 你要不去勞動 我就把你抓起來 要勞動 割韭菜又是他的方法 所以因此他的主要的概念 還是需要一個美國作為他的敵人 然後內部做加強的管制 所以他現在最近通過的 反間諜法等等的做法 都是為了內部統治需求 所以這個國家變得非常危險 而且在台灣旁邊 因此我昨天就提出了這個概念 這個拜登也講了 在這個他是個壞傢伙 壞傢伙會去幹什麼 碰到麻煩是會做壞事情 會做壞事 做壞事第一個是什麼事情 打仗 打仗 他打仗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代理戰爭 北朝鮮幫他打韓國 這個可能性比較大你知道嗎 因為成本比較低 讓金三胖 金小胖需要戰爭 所以金小胖現在也正在這個信頭上 有俄羅斯也需要金小胖 所以習近平也需要金小胖 所以我覺得比較起來的話 反正東北亞跟東亞跟台海 台海都會陷入極端的危機狀況之下 但是代理戰爭比較好打 所以我認為朝鮮戰爭可能會優於台海戰爭 市長 我已經被一句話嚇到了 我被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奎里諾 他居然講說 他是公開講 他說如果中國膽敢犯台 他自己講說我以前來這裡 我就是讓中國不敢輕舉妄鬥 他今天講的更白是 如果你真的敢犯台的話 我會在24小時裡面 攻擊1000個目標 非常具體 24個小時 1000個目標 等於說你今天敢犯台 24小時他就會到了 到了以後也攻擊你1000個目標 而且他講說 他說他正在研究這樣的一個作戰概念 這個作戰概念他會怎麼 他如果你真的敢來的話 我就用大量的無人機 大量的AI 讓這個地方變成一個Health Camp 對Health Camp就是地獄景象 保證 地獄景象 對 為什麼阿基尼羅會這樣說 怎樣的地獄景象 保證 很簡單 因為他說24小時要攻擊你1000個目標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類似這樣 我會把中國很大部分的 包括說領土裡面的1000個目標 我會把他摧毀 摧毀了 欸 保證 同時1000個目標被摧毀 他摧毀不是小規模摧毀 是大規模摧毀 那你說中國會變成是地獄景象 就 我不論是空中的目標 或是地面的目標 就是類似這樣 我把你完全摧毀殆盡的一個局面 所以Health Camp 它是基督教的一個概念 對 也就是基督教的一篇 你想一下那個什麼是地獄 對 這個就是地獄 什麼一切化為無盡 什麼都被摧毀 然後火光四射 這樣一個狀況就是地獄景象 好 那為什麼他敢這樣說呢 保證 我們來講 不只是阿基尼羅這樣講 美國的國防部副部長就說 我們必須確保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 每天醒來 考慮侵略的風險 得出決定 得出結論 今天不是時候 而且不僅今天 而且從今天開始的每一天 而且2027年甚至到以後 好 所以美國國防部的副部長 還有阿基尼羅都說 好大力來 你來 就是地獄景象 那你想他為什麼那麼有底氣 之前美國的參謀聯繫會主席 米利就講 我今天讓你起來 就是習近平每天打開窗戶 然後就把他關上說 今天不是那一天 現在除了米利講之外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也講了 就米利還 今天阿菲里諾還講說 今天我如敢膽敢犯台 我要讓你變地獄景象 甚至連美國國防部 對 美國國部長說 你如果膽敢犯台犯 我會大量使用無人機 那我會用這種風群戰術 對抗中國 也是用Healthcap來形容 所以地獄景象 那到底美國要怎麼達成地獄景象呢 美國的作戰方式很簡單 他就目前為止 主要以F35為一個重要目標 我們F35作戰載態 美國會在F35搭配非常多 美國新世代的無人機 叫做鞋蟲作戰飛行器 那每一台的這個造價成本 只有300萬美金 未來可以降到更低 也就是說我一台F35出去的時候 我可能同時指揮了數百台以上的 這個所謂的無人AI飛機 過去對你進行一個狂轟濫炸 這些所謂的無人載台 上面就有非常多飛彈 我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攻擊你 這就是美國未來設想的 萬一在台海發生戰爭的時候 他要用風群戰術 然後把中國或是把共軍打成所謂的地獄景象 好 那我們曾經講過 之前曾經講的說法 一個說法是72小時 也就是中國如果翻台的話 台灣一定要撐 一開始本來講說我要兩個禮拜 後來說我要七天 最後說你至少要撐到72小時 撐到72小時 為什麼要72小時 就是在琉球的美軍 甚至你今天在關島的美軍 你72小時你才有辦法來持援 所以你台灣必須要獨立作戰 可是阿奎里諾說不是喔 現在不是這個樣子喔 他現在提出了一個新的數字 一個新的說法 說如果中國翻台的話 我是24小時裡面 24小時 全洋去掉 1000個目標 我連1000個目標這個數字都出來了 沒錯 阿奎里諾他講得非常清楚 1000個目標 這裡面是什麼 顯然在第24小時之內 中國所有重要的軍事設施 你的核彈設施 或是你的重要的基地 都會被我攻擊 所以才說他為什麼會有1000個目標 這1000個目標 他是這樣射算來的 你說1000個不是隨便講的 對 好那你知道 這個阿奎里諾當然這樣說之後 那我們知道 美國的國防部副部長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我們會用自身強大的軍力 來抗衡中央人民共和國 解放軍的這個大規模的軍力 五角大下就是國防部目標 在未來18到24個月 就是一年多的時間到兩年喔 一年半到兩年 在多個區域部署 數千個自主武器系統 自主武器 對 那他到底是什麼叫做自主武器 他說第一個 中國的核心就是在於數量 也就是說更多的船更多的飛彈更多人 而美國因應的方法就是創新 而不是以量取勝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可消耗性的這個自主體積 是正確的這個創新模式 他說因為在烏克蘭 就是用無人機去拖垮整個俄羅斯艦隊 所以顯然他講的就是 我們要用無人機的這個方法 所以他們推的這個過程裡面就是說 大型聯網無人機群 對贏得台海的這個戰爭至關重要 所以他們最後的解答就是 大規模而且聯網的無人機群 好 所以他們現在剛才講 這個地方就是台灣喔 上面布滿了無人機 而且這布滿了無人機的 剛剛狀況裡面 它是透過F-35做空中指揮 而且他給彼此聯鬥 所以這無人機 我跟你講在24小時裡面 徵收 搜索 鎖定 攻擊 毀滅 對好 那因為這個所謂無人機的 這個機權的戰術來說 DAPA跟國防部就有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叫突擊破壞者 突擊破壞者 他們用更快的速度要收集 還要整合我們所有的目標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作戰平台的這個概念 未來可以把F-35 跟美國在研發之中的 女武神的無人機啦 或是各式各樣無人機 把它完全整合在一起的攻擊目標 而且現在美國使用這個無人機 可能超過我們的想像 我們剛剛講的二屋戰場照片 我們這無人機大概小小的一台 一隻手可以撐坐起來 或者什麼 它就是一個小的載台 但不是 他們現在美國竟然公布 它大量的使用什麼 女武神 這個女武神非常恐怖 它可以千里持緣 它可以千里攻擊 千里鎖定 而且它可以變成了 F-35 F-16 F-15的中程寮機 對 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女武神的這個飛機 如果是可以發現 它其實算是比較大型的這個無人機 而且它的續航力非常厲害 它可以續航大概5600公里 而且它載彈的量是相當巨大 它可以載彈很多的導彈 然後可以遠距離的攻擊 它可以放導彈 對 我只要這個指揮遼機 告訴我命令之後 我就可以進行一個攻擊的這個狀況 那你知道事實上 因為為什麼它能夠這樣 因為它有大量的人工智能 還有傳感器 完全結合起來 它可以识別 還有評估敵人的威脅 然後得到人類的這個批准之後 開始實施所謂的殺戮 殺戮 對 所以你就 就殺戮形容 對 所以 那美國現在他們已經把它試飛 它目前為止來說 有非常多的這個AI平台把它導入之後 目前美國空軍計畫批准 要做大概1000到2000架左右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1000到2000架左右 他們現在有沒有實戰 有 這個F-15E 還有這個女武神的飛機 他們曾經有兩台一起半飛 然後兩台半飛的時候 他們有進行一些相關的測試結果 證明說的確沒有問題 未來的你看 聯合作戰無人機的作戰系統 可以無痛轉移 無痛轉移就轉移成 我們可以一起對空對空 或是空對地進行一個目標 進行一個攻擊的一個姿態 所以現在女武神可以完全的配合F-15E 對 而且可以在F-11的指揮之下 對 進行任何殺戮的攻擊 對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美國現在已經把這個 未來F-35或是F-15 搭配了這個女武神把它做出來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未來的這個狀況 我們從這個臭幼工廠 洛克希德馬丁的工廠裡面 他講得非常清楚 譬如說你看 他們未來的這個作戰裡面來說話 可能就是一台F-35 搭配了非常多各式各樣的無人機出去 譬如說你看 假設我這個作戰系統 我要來到了這個敵人的防空器的時候 我會派出抵材無人機出去 做什麼 做誘餌 所以你看你偵測到了 不是我真正的飛機 而是這些誘餌過去 那我可以這樣 我這些人偵測到你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可以進行一個破壞 我可以用無人機的發射平台 破壞你這些防空的武器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破壞掉 甚至無人機來之後 無人偵測機 我可以進到裡面去偵測所有的狀況 所以這都是他們作戰的方式 那你看真正的F-35它其實在這個地方 作戰的這個前方的話 有大量的無人機過去跟它作戰 而且是大量的無人機群 對 無人機群跟它作戰 所以F-35其實在這個地方 甚至西洋三洞都在這個地方 後勤補給在這邊 前方的這個無人機群去跟它做 包括防空武器的破壞 我去偵查 這些都是完全都是無人機 這就是目前未來美國的所謂的 無人機群的大致的作戰方略 就是這樣子 而且你講到這邊就更清楚是 為什麼用Hell's Gap來形容 就是如果我今天用無人機群的話 你防不勝防 這個這邊很多是隱形的 就算你偵測到了 也就是只有單兵的 其他的我剛剛講的 在F-15 F-35的指揮之下 大量的攻擊裡面 我可以設定攻擊你的目標 然後我可以把你這邊移為平地 移為平地以後 剛剛講到的 你那個等於是在彈丁神群裡面 最恐怖的景象 在那個地獄警官 就會在我們的眼前發生了 沒錯 這個地獄之火的畫面就會重現 你只要膽敢攻擊台灣的時候 美國就會用所謂的 無人機群加F-35去攻擊你 好啦 其實美國還有另外一個想法 無人機群來說 當然是第一個時間攻擊你 但是它不是只有無人機群 我們知道美國在前線 包括說像這個韓國也有F-35 日本也有F-35的 這個前面有非常多的F-35 在第一島鏈這個地方 它都可以搭載所謂的反艦的飛彈 好 遠程反艦飛彈不說 保證 他們現在未來怎樣 目前為止美國在試行一個狀況 它準備把這個所謂C2運輸機 交給美國自己改裝之外 日本未來也準備改裝 改裝什麼呢 我們到美國有一個叫速龍計畫 速龍計畫就是說 它在這個C2運輸機下面 它用所謂的貨盤式的武器系統 裡面可以有非常多 貨盤式 對 HGM-158B的這個方式 它就類似一個貨櫃 那我就調到這個前線附近 我F-35在前面偵測 前面無人機都知道我的目標 到底什麼地方我可能要肅清的時候 我這個C2運輸機就飛過來 飛過來的時候 我下面機部下面 塞了非常多這種貨盤式的武器 我只把它丟出去的時候 保證 這些飛彈 完全都自動的去攻擊你 那這些都是中遠程的攻擊目標 它就可以直接摧毀你 所以 美國根本就不用看到你 它前面無人機 可以先跟你做第一波的交鋒 把你弄成地獄景象說 攻擊 還有剩下的目標 我就交給後方的C2運輸機 來對你進行第二次的攻擊 所以它是讓美國在所有的作戰方式裡面 美國國防部會膽敢說 我們要把你變成地獄景象 它絕對是做過沙盤推演 而且它已經看到未來的作戰方式 就是這樣才能夠摧毀中國的軍事設備 而且很多人講說我們台灣的F-16 那是一個非常老舊的飛機 那是50年前的一個飛機 可是不是這樣子 現在F-16它以AI變身 AI變身 F-16居然已經變成第六代機了 對 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美國開始進行叫做獨一計劃 它什麼意思呢 它要把這個F-16的飛機 搭配所謂的AI軟體 那AI軟體搭上去的時候 寶傑他們就說 他們現在可能搭配上去的時候 他們這個作戰能力 幾乎是等同於第六代的戰績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第一個 我們人體有所謂的操控的極限 譬如說在九個區域上 你可能就沒辦法做到那些動作 可是你交給AI的時候 它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AI它的作戰能力 它沒有拘力的問題 它的作戰能力 或是它的這個忍受力 高度它都可以比人類更加的高 所以就是等於說 為什麼 美國已經把這個 它目前為止在F-16收集到了 用AI軟體收集到的數據 它就是說 這就是未來 我們第六代戰機的標準 所以你知道說 美國現在在 所有的對抗中國的武器上面 它絕對都是用最高的規格 而且最快速度 都是速度在進行研發 因為你今天特別提醒我們 美國印太斯林阿奎 你跟我講的這句話 也就是說它衡量標準是24小時攻擊1000個目標 你說美軍從不打狂語 我如果講24小時 就代表我有一個24小時的作戰計畫 我如果講1000個目標 就代表我真的已經鎖定 差不多這樣一個數量 再配搭配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講的 他現在在未來18個月到24個月 就一年半到兩年時間 在多個圈裡面部署數千個 不是一個兩個 幾百個是數千個自主武器系統 中共膽敢犯態 讓中國變成LANDS CAMP 你說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恐嚇 對 你看美國印太斯林都出來講話了 他講24小時1000多個目標 代表什麼意思 他其實是其中一套劇本而已 其實對阿基里諾來講的話 其實怎麼摧毀 中共所有在第一級能夠發動的 所有的攻擊能力來講的話 這才是他最重要的目標 也就是讓他動彈不得 所以你說24小時攻擊中國1000個目標 是癱瘓中國 是癱瘓中國 讓他動彈不得的概念 那你看到國防部的這個講法 以及再看到過往這幾年當中 美國印太斯林在太平洋地區 或者在印度地區 這裡開始做的任何島礁建設來講的話 都在執行這個東西 所以原則上 所以他不是今天執行 也不是未來一年半到兩年執行 他早就這麼幹了 我們曾經講過美國做東西來講的話 基本上以10年作為一個規劃的行程 那這個10年規劃行程 我們從這個川普時代 拿出的這個印太戰略來講的話 到現在差不多已經過了將近一半 所以他們已經早就在這個整體的 軍事戰場的規劃上面 如何打擊中國 因為他們常常想到一件事情 毛澤東時代 他用最大的戰術就是人海戰術 中國什麼東西不多 就是人最多 然後造的海軍 海軍的數量最多 空軍的戰機的數量最多 那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這麼多的飛彈 這麼多的這個數目來講的話 美國要怎麼能夠擊中他們 這變成說他在整個印太 防護戰略當中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Akinio他講的東西就是說 當他還沒有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讓他癱瘓 讓他連起飛都沒有些 這也就是像安庭文雄在講的東西 源頭打擊的概念 原頭打擊 為什麼要做源頭打擊一樣 就是他連飛彈都起飛的時候 就把他的飛彈全部破壞掉 他連起飛都沒辦法起飛 而且他是像我們在看那個什麼 湯姆克魯斯的電影當中一樣 打了一發之後 又再打進去一發 再讓他裡面的地庫來講話 全部癱瘓掉 這才是美國的一個 現在的思考的作戰方法 而且為了要避免讓人員 傷亡非常慘烈或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開始做這種AI 跟無人機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戰場這個規劃 其實從二物戰爭 達到了一個非常印證的一個效果 也就是說真的無人機是可以打仗的 無人機是可以控制整個戰場的 所以現在美國為什麼要開發那麼多的東西 而且這些東西來講 我們講整個是一個系統 包含衛星定位 包含很多的這個精準打擊 都是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而現在呢 中國他自己也知道 他也嗅到一個氣氛 我們常常看到中共軍機落台 或是中共軍機來通過這個台海中線 以往都是比如說殲-16啊 殲-11啊 殲-10啊 等等相關的就是有人的駕駛的戰機 現在也有無人機了 現在跑出這些無人機 而且無人機越來越多 那從今年5月開始的話 這下BZK-005就已經開始上場了 就這個 BZK-005 而且這個非常有趣的是 它是被日本拍到的 是 這是在8月底的時候又來 而且它從這個宇納國島 跟台灣中間的這個中線 穿過去之後 竟然跑到日本主招的專屬機區 那個地方去 然後回旋了一圈之後 再往這個巴士海峽要跑 然後再走回去 所以這一個東西來講的話 讓日本在整個西蘭諸島的 這個防衛隊F-15 立即升空之後 拍到了這樣的景象 而且拍得非常非常清晰 那這一架來講的話 這也拍得太仔細了吧 對 這一架的長度 基本上可以達到所謂的 一載來講的話 可以達到18公尺 然後機身長度大概10.35公尺 那這一架來講 它的所謂的續航力 將近有40個小時 40個小時左右 所以日本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東西來講 它不用開戰機 就來探測整個台灣 在整個東部的相關的作為 而且不要忘記了 8月底的時間 就是我們都在測試雄身飛彈 還有趁勢我們的東部戰區 這個所有的印證的 所有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一架無人機來講 其實都來收集一些相關的資訊的 那日本 從這邊也可以看 日本現在對中國也是盯得非常緊了 是 它只要任何戰機 任何這個所謂的機型升空來講的話 日本它都會做database 然後做資料 而且將它的這個飛行的狀態 以及它的時數也好 或是說它到底在用在什麼樣的運用上面 它會做相應的比對 好 董事長 你之前講的 全世界最會打仗 最喜歡打仗的就是美軍 可是美軍以前不多說話 但這次話也講得太重了吧 而且為什麼美國要丟這個東西出來 它現在就是說 所有的策略 它對中共 它是不願意 它是要避戰的措施 避戰怎麼避戰呢 它就是要恫嚇力 它不斷地把兜出一些新的戰區的概念 來告訴人家 那現在它就這種 從來沒有聽過的什麼地域景象 跑出來 有上千架的無人機 要用F16的戰機做主機 然後來做整個來掌控這個攻擊的態勢 這高難度操作 這非常高難度操作 我們不要忘記 中共也是世界上的無人機的大國 當你在發展無人機的同時 它也在發展無人機 當然 是不是在其他在主要控制系統 雙方會不太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現在要丟這個議題出來的目的 到底是核戰 目的是什麼 就是他不希望發生戰爭 但你覺得會 老公會因為他丟這個東西以後 會缺而止步嗎 不會嗎 我覺得不會 因為老公要打你的時候 他有他內部的壓力 他不會因為你的軍事的優勢以後 我不敢打你嘛 我是因為我的政治的因素 我非動你不可嘛 對 而且第三點大家都知道 兩岸在台海戰爭的發動的時候 的第一級 一定是由哪一方先發動 中國 當然是中國啊 不可能是美軍跑去打他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中國嘛 然後我再質疑第二個問題嘛 這個簡單講 你就1000多加24小時之內 可以發動1000多個目標來發動攻擊 那目標是哪裡的目標 中國的目標 是中國本土目標對不對 因為美軍敢跟中國的本土 攻擊中國本土的目標 就變成了中美兩個大國的戰爭 對 你現在想想看 到今天的烏俄戰爭裡面 北約敢不敢去攻擊俄羅斯的本土 的國家 還不敢 沒有啊 只有烏克蘭本身搞了一些東西啊 看起來包括克里米亞 包括莫斯科的騷擾啦 無人機的攻擊啦 全部是用烏克蘭的軍事裝備 對不對 他現在給你弄了一個像這個 電動玩具一樣的圖給你看啊 他告訴你什麼 我要花這些錢幹這個事情 他就一個目的 就跟以前的 瑞根的星期劇一樣 對 什麼意思 你也要開了 跟上 大家都會 我花了一千億 你也花一千億 他花一千億 中共可能要花兩千億 因為他技術比較進步 對 他改變這整個的作戰的概念 這個概念很簡單嘛 就是戰區外的攻擊能力嘛 他不在你戰區裡面打了嘛 戰區裡面 我沒有兵在裡面跟你打仗 全部都是機器跟你打嘛 就是用遠距的方式 用AI的方式 用遙控的方式嘛 就是這個概念嘛 這個概念是未來戰爭的形態嘛 但是我現在請問你 如果2027年 中共要打台灣 如果賴清德選上總統 中共說他要打台灣 那這個東西可不可以用 會呼啦 他這個土包子 這個土兵就來了 對不對 東風飛彈先跟你幹過來了 他先把你這個急速彈 把你這個機場全部給你炸爛掉了 空優掌握到 他就跟你來幹了 你這個怎麼來得及啊 所以這個是 對未來戰爭的一個描繪 但是不是能夠 我最近看到一個 他們有更清楚的 他搭配這個武器的時候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他們就用了什麼東西 就是雷射武器 他們雷射武器 他知道中共也有啊 我把你打掉怎麼打 他們發現要用低成本的方式 攻擊敵方的AI的一些的 無人機的那種什麼方法 那雷射是唯一最便宜的方法 因為你用飛彈太貴了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個現在是一個 美軍對未來戰爭的一個描繪 它的宣傳的目的只是告訴你說 要讓雙方都要增加作戰的成本 可是如果2027年 如果台灣2024年的選舉的結果 是另外一個挑釁的結果 而引發中美大戰的話 那那個戰爭形態 就會比較像烏克蘭的戰爭 而不是這個 不是這種戰爭遊戲的內容 雷封 大家講的 以前我老之前講的 美國人做的就是擺Book 他講的10%的最聰明決定的人 領導一堆笨蛋 那這些笨蛋 為什麼不可以把事情做好 因為我就是擺Book 上面要我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Book上怎麼寫 該做1 2 3 我絕對不會 1 2 5 我絕對不會給你跳過去 但是這些最厲害的人 是非常凶狠的 是非常的積極的 對呀 你剛剛講 我們最近不是講 美國印太司令阿基里諾嗎 現在居然有個口號 而且這個口號感覺到 是對中國的 口號什麼 Blind See Hear 斷成什麼 盲目 看見 殺戮 對 阿基基諾這樣講 他們最近推出了一個 很宏大的一個計畫 而這個計畫竟然標題就是 Blind See and kill 過去來講 很多地方我們看不清楚 有一天我們從盲目 走到看見的時候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殺了 接下來就把他殺進去了 他給大家一個幾個場景 先來看第一個場景 從荒涼的海風 吹浮的島嶼上的一個士兵 第一個這是一個點 然後呢 到盟軍的軍艦 軍艦上面是在海上 到千里之外的指揮員 他現在把這三個東西 我再跟你想想看囉 一個單兵作戰 一個有軍艦 也有一個commander 你把這個東西全部加疊在一起 他現在把一個IT 過去來講的 IT上面的一個專業術語 單一玻璃 什麼叫單一玻璃 玻璃不是一格一格的嗎 對啊 他從單一玻璃 把他乘疊 一疊一疊 疊上來 第一片 就是一個士兵單兵作戰 第二片呢 是一個軍艦 第三個就是指揮員 你看到的東西 把他全部東西 層層疊疊疊 把他疊上來 當他所有的盟友 都疊上來之後呢 他就可以發動 對中國大陸的攻擊了 因為每個人看到是一樣的東西 對所有的東西都已經在 他這個commander 這片玻璃上面 這是一個IT的一個概念 IT的概念就是說 我從我的視窗 我就要看完所有的東西 過去都是一點一點點 在這個東西 你要把它全部 把它弄成一個畫面 在這個畫面裡面 我可以沉疊出去喔 大家覺得 欸這個東西怎麼 聽起來好像有點空虛 我們來看一下 在過去護身軍 到我們才能擠 很多次嘛 對不對 他們在每個士兵上面 都有一個 像我們在這個健身環 或是一個特殊的手錶 對 而這個手錶 你覺得只是要在看時間 不是嗎 不是 他讓你定位 然後這些所有的定位 Akinino裡面 這些人 都在一個指揮室都看得到 我現在從時 從畫面上面 我可以知道說 紅點幾個 綠點幾個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今天 菲律賓的部隊 然後呢 日本的部隊 我們美國的部隊 我都在上面看得到 如果你同一時間 受到攻擊的話 他可以反映到什麼 不只是你在哪裡 而是你的心跳 你的血壓 如果有一個部隊 突然之間 大家血壓都降低了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受到攻擊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可以所有的人 往那個地方去移動 在過去來講 這是不行的 因為每個國家 有每個國家 他自己的指揮系統 現在他把這一套 全部把它建置在一起之後 所有的人 都被他給掌握了 所以 以前我們講的 這一次的護身軍刀演習裡面 你有菲律賓 你有澳洲 你有德國 你有各個國家 每個人都帶上手錶 帶上手錶以後 你這些所有部隊 人在哪裡 對 我全部清楚 那會怎麼講說 Blind Z and kill 以前我在打仗的時候 我是盲人騎駛嘛 我根本搞不清楚 我這種狀況 有的時候我是要拆的 我是要等於說 所以用堵的 現在不用了 我現在正常有什麼樣的狀況 我的兵馬到底在哪裡 而且我的兵馬是怎麼樣的佈陣 甚至我的兵馬 有沒有受到任何攻擊 每一個人 都可以收到 他應該有的資訊 對 而且這些資訊 完全可以統合在一起 你不要再跟我囉嗦說 你在那邊沒辦法派兵 你那邊要幹嘛 因為所有的資訊 都已經是在一片玻璃裡面 大家都看得到 那麼在這一次裡面的話 可以看一下 在北方邊緣裡面 他就做出來一個 一個演練的項目 北方邊緣二演習 他在做了一個特別的項目 你看喔 這是硫磺島 這裡是日本的一個 嚴國基地 他們想說 如果在這個F15裡面 如果他受傷了 你看在過去來講 你受傷的話 你就只能想盡辦法飛回去 如果你受傷最嚴重的是 引擎那怎麼辦 你可能只能夠棄機 你只能逃亡 他現在來講的話 在硫磺島 他沒有辦法 他發動機故障之後 你就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呢 他第一時間 所有的人都告訴大家說 你在關島在帛琉 好 這邊嚴國基地 有一個備用的發電機 有備用引擎 對 我的備用引擎 就可以直接輸送過來過去 他們來測試來講的話 過去你可能就沒辦法 再用這台F35 現在竟然只要四個小時 搞定了 因為你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軍備品 我們都知道 而且這幾個點 嚴國基地 硫磺島 關島 帛琉 不管你過去是誰的 現在統一都是美國的 所以導播 我們來看這個地圖 也就是當你在這個地方 巡航的時候 你是F15 你發現你的發動機有問題 當你的發動機有問題的時候 我的指揮部會馬上知道 指揮部會告訴你說 好 你這個時候去關島 你這個時候去琉球 帛琉 或者你這個時候去硫磺島 不管你去哪裡 當你到了這個點的時候 那你覺得我F16不是開 F15 我不是迫降嗎 我降落 可是當你在降落的時候 恐怖地發生在哪裡 你上面是缺發動機 你缺任何東西 周邊我就開始掉動 今天從嚴國基地 或關島任何地方 當你降落的那一刻 你需要的備品 也馬上就來了 對 第一時間就來了 這個是發動機 另外來講 他們還做了一個F35 F35的隱形戰機 在帛琉 他也模擬說 我們完蛋了 我們的一個煞車系統 也不行了 不行之後 他也可以第一時間 從關島把它運輸過去 而且同步 他可以出動 法國的飛機來扮飛 日本的自衛隊來扮飛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們這是一個協同作戰 我們不會在一個 整備的過程當中 被別人攻擊 因為我們有法國 有日本 我們方方面面都可以照顧得到 而這一些呢 都已經不是空談了 已經在這一次 北方邊緣二 把護國伸刀 護身軍刀裡面 都已經演練過一次 演練過了 對 而且效果都非常好 都已經可以達到 實戰的一個目的了 所以我以前打仗是blind 對 我現在已經可以see了 接下來我就kill了 對 就可以開始殺了 那你要從哪邊發動 才可以第一級 一級必殺呢 過去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巴丹島 巴丹島 大家在過去沒有特別注意他 可是呢 他離我們台灣 只有200公里 然後呢 離於呂宋島 呂宋省這個地方 也非常的近 他已經把這個東西 做一個實際的一個操練 他們在過去經病間裡面呢 直接把巴丹島的散訊 把日本國的這一個 叫什麼 這個魚鷹的飛機 已經實際的降落 如果這個地方 已經變成巴丹島 變成他們一個基地的話 或許這樣開始 開殺了第一個 這個就是他的第一個基地 魚鷹 當然現在南海也非常不平靜 而美國地基艦隊 他的湯瑪斯總長 講得非常凶 他說 中國在南海定調 是一個挑釁的行為 還有 中國海警船 向菲律賓發射的高壓水柱 必須受到挑戰跟制止 話剛講完 以前他們不是這樣 在仁海礁有一個馬德雷三號 馬德雷三號的運捕 一直受到阻礙嗎 話講完以後 菲律賓的運捕船就進去了 對 把一根話音落下 馬上運捕船就進去 但是發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過去每次要送到 這個仁海礁 這個馬德雷三號 都會遭遇到 就像我們剛才現在看到的畫面 大陸的軍警也好 艦隊也好 會擋在前面 就藍入虎 白色的是中國的 是 這種小不拉雞的 是菲律賓的補給船 對 補給船 馬德雷三號 那每次中國大陸都要阻攔 就這一次 怎麼送進去了 後來往天空一看才知道 喔 因為這一次有人是看照著 誰在看照 誰在看照 美國的PBA 美國的海神 海神在上面警示示警 所以當然 這一次中國看到這個狀況不對 因為包括連美國都加入到 這一次的狀況 所以他就放行了吧 所以這一次菲律賓進去的時候 中國還講說我們是人道考量 我們弄了一個人道路徑 我們讓這個船進去了以後 是我們這個寬宏大量 搞了半天 擋了沒 你還是擋了 來了三艘的所謂的海警船 你為什麼後來不敢動了 上面有個PBA 對 而且他們還是愛要面子嘛 面子說什麼 不是不是 是因為我們基於這個人道考量 才讓你補給的 結果後來被人家抓包吐槽說 影片 你黨也是有黨嘛 你艦隊要鬧也是有鬧嘛 你只是沒有噴水 所以PBA來了 對嘛 那重點就在於說 這一次美國加入這個狀況 不一樣了 否則該追的 該擋的 該鬧的 你全部都還是有鬧 所以包括這個五角大家新聞秘書 都在美國 萊德他就出來講 他說 這個對於相關菲律賓在主權 他們自己海運內的活動 我們都會密切合作跟支持 但細節我就不告訴你秘密 我就講到這裡 講白症 這裡是我的頭 這裡的小弟是我在造的 菲律賓是我在挺的 菲律賓有事就是我美國有事了 對 而且他用挺什麼挺法 直接挺給你看光明正大 過去大家講有什麼 美日澳聯合軍演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菲律賓沒有加入嘛 大家說沒有關係 來 菲律賓你直接來 而且來得就好了 項目更有趣 就是演練這種運輸補給 海上護航的相關協作 而且澳洲派了什麼 兩棲突擊艦 坎培拉號 日本派了五月雨號 還有一個了不起的 準航母 出雲號這時候也派來了 那你說澳洲更厲害 派的是空中掩護火力是什麼 F35A 對不對 全部大動作就是在演練 這個是現在正在演練的 美非澳的聯合軍演 對 而且演練項目有多針對 我今天給大家講 他演練項目叫做說 我們模擬了有一個國家叫做 卡拉巴尼亞 然後那個C就跟ChinaC有點像 我們來模擬了他要入侵菲律賓 相關的一個叫蒂尼亞島的地方 然後呢我們要進行反登錄 反坐上 而且多刻意 說這個卡拉巴尼亞的軍服 不是要穿紅色的 紅色的 這就卡拉巴尼亞的船 你看 就只差沒有 拿紅旗在紅背中 只差沒有五顆星星在上面而已嘛 所以這個針對性極強 他瞑目的就是在跟你講 欸這次大陸 我就是針對你在南海之間的騷擾 跟侵略行徑而來嘛 所以好 除了辦這個活動之外 菲律賓國防部長 澳洲國防部長 大家通通都齊聚一堂 站在這裡 所以不只是這個P-8A 他們連海上的浮板都弄來了 對 而且這個距離 跟各位報告 距離仁愛礁其實相當靠近 仁愛礁就在他們這個軍員 大概往西的外海 就是這大概這樣的距離 所以到底是針對誰 是為了什麼而來 清清楚楚嘛 包括這次就連日本的航母 初雲號 首次喔 首次停在菲律賓那邊 他就作勝嘛 一直就說來 這個小老弟 包括美國小老弟 就是我們造的 而且他們的自衛隊 司令官來說什麼 我們來就是來對準中國 了解中國在目境的狀況 而且在日本附近的海域 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活動 所以顯然大家同仇敵看 不管是澳洲 不管是日本 不管是菲律賓 大家都受夠的大陸 在南海之間騷擾 以及主權爭奪相關的情境 在美國這樣的靠山支持之下 大家聯合去抵制他們 並且 現在在美飛 但是連日本的船都來了 對 日本你想想看喔 日本他們為什麼會特別來 當然你說奇怪 這個海域上一個正南 一個在北差別這麼大 所以日本這個事情觀 特別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現在不只是在菲律賓 有發生類似的狀況 在日本的沁海 其實同樣也有發生出 同樣的狀況嘛 所以是要什麼 大家協同作戰 今天我幫你 你幫我 明天水幫魚 魚幫水 所以未來大家連成一個協同陣線 就這樣看見的話 說明媳婷 前回 做個遑 走 uli 有 有 有